非常beautiful 今天百无聊赖 决定来一顿我的最爱 红烧肉开枕 我新学了一个关于红烧肉的配方 这么大 跟小拳头一样大 太大 稍微宽着点吧 接下来把五花给它焯一下水 然后来点水 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葱姜 葱给它切成小段 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小片 咱们再上点颗干辣酒 今天带来这个红烧肉绝对颠覆你的认知啊 这个是我花了799情我的朋友啊 他的西行菜系 准备一颗 seal 苹果 哎呀 切成小片 然后来上一颗小鸭梨 然后来上一颗小鸭梨 再来拌个苹果梨 一颗小鸭梨 也如法泡制啊 跟它切片 然后还有 今天我们这儿西瓜巨便宜 不知道你们那儿都什么价 咱们把这个西瓜上 哎呀 炫下来专用这个西瓜皮啊 很甜 哇 好甜啊 肉焯好以后啊 咱们要捞出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然后里边来点冰糖 简单烤个糖色 小火咱们编制早红热冒泡 OK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 就非常完美了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把五花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把切好的水果下到锅中 大脚桂皮香叶 外加一个拍开的草果啊 一并下到锅中 来点生抽 一点老抽 盐 蚝油 盖一盖 小火啊 咱们给它孤独四十分钟 然后 四十分钟以后啊 咱们把五花 把这些 把它捞出 家里边砂锅不知道哪去了 咱们把这五花啊 挑出来 放到这个法郎锅当中 这次切得有点着急了 这个形状状态啊 为多少有时水准 然后来两块腐乳 煮入的汤 倒到这个法郎锅中 非常吉利色 非常beautiful 现在这个状态啊 这个状态啊 这个状态啊 太完美了 必须来点这个 小可乐 先锐锐嗓子 先来上一口吧 来一块这个 先浅尝一小块 起热 热 就达热 这样的状态相当棒 完全成为一个果冻 混成米饭绝辣 不得不说肥肉不烦 确实多少有点烫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今天这五花着实挺大 这个是我便吃一口 虾 没吃 有点可做的 很甜 很酸 很酸 很甜 很甜 但是比虎香的价格味啊 咱们把这红烧肉 这个层次给它打破 吃完半点米饭 接下来咱们把口猪肝下到碗中 盖上一个小型的盖饭 然后再来上一块 再来我们来饭 你们吃盖饭愿不愿意就搅拌在一起吃啊 应该所有饿肚子的人都超爱吃 吃饭愿意就吃了 吃饭愿意就吃了 一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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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丟臉 不居然 我先去吃 我會不吃 我會不吃 我會吃 這就是